单身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睡 感觉到无所谓 一个人睡觉特别舒服 但是当我们和爱的人在一起后 我们两个人睡 却又有不一样的滋味 那么和爱的人睡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呢 一 拥抱在一起 现在很多的夫妻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其实只要两个人能够彼此和彼此去沟通 这样也会使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当我们和自己心爱的人睡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要求对方抱着我们一起入睡 也或许是我们两个相拥 这样才能够安然的去入睡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对方感觉到安全感 从而去在乎对方的心理感受 也能够明白对方这样才能够体现出 他是真正真心的爱着我 二 说一些腻歪的话 当两个人睡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对方都喜欢自己不停的去夸赞他们同时 对他们说一些腻歪的话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言巧语 即使对方知道你说的这些话 根本就没有用心去考虑 但是当他们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他们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在他们心里觉得你就是这个 真正疼爱着他的男人或者女人 三 床头吵架床尾和 我们都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总会要经历很多的坎坷和磨难 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这段话 只适合那种感情特别好的夫妻 然而对于感情特别好的夫妻 他们总是会在吵完架之后 停隔几分钟就会立马和对方很好 仍然会装住一副没有发生事情的样子 像这种夫妻 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是真的很好 从来不会因为一些外人的目光去猜忌对方 四 不在乎你的坏毛病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 总有一些让别人看不惯的习惯 当两个人爱着对方的时候 在你们两个人入睡的同时 他不会在乎你的一举一动 即使你有打葫芦摸牙 说梦话的行为 他都不会去刻意地记在心里面 因为他知道 当两个人真心相爱的时候 就要学会去包容和谅解对方 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和对方发生争执 这样同时也会伤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只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他才会有这种表现 从不会去在乎你的那些坏毛病 五 永远都不想离开你 当一个爱的人和你睡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心里面一刻都不想离开你 甚至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都会叮嘱你早一点回来 因为他一个人害怕孤单寂寞 他想和你每时每刻都睡在一起 所以像这种人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缺乏一种安全感 他们时时刻刻都会依靠着对方 有一天 当对方不在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自己周围真的很冷清 同时也会使自己的心情变得很低落 所以像这种人表现出来的 都是真心喜欢你的人 他一刻都不想离开你 每天都想和你另外在一起 六 你压到我的头发了 往外面去一点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的情侣睡觉的时候 女方的头发都会比较长 当他们两个人睡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不停地发现 女方对男方说 你能不能不要靠我这么近 总是压到我的头发 真的很痛的 你不知道连强西域吗 于是当男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他们都会往外面去一点 可是几分钟之后 他们又会紧紧地靠着对方 就是不想让对方离开自己 可是女生还是会对他说 你真的又压到我的头发了 可不可以再往外面去一点 但这个男人表现出来 这种行为的时候 就可以真心地看得出 他是非常爱着你的 他每天都希望这样拥抱式的方式 去抱着你安然入睡 给你带来一丝温暖 七 就像这样默默地看着对方 和一个睡在一起的人时 你会发现对方总是会在 聚精会神地听着你的说话 但他从不打断你的说话 也许会在你看来 他根本就不是用心地去爱着你 可是你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他就是想像现在这样 平平凡凡地跟你待在一起 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你 把你的一举一动 全部地记在心里 不管今后你们两个人 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把你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永远都抹不掉 像这种人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非常的心细 八 每天早上醒来 都要给对方一个早安稳 我们都知道 现在处在热恋中的情侣 当他们和对方睡在一起的时候 心情都特别地开心 就像吃了命一样 然后他们也会因为一些冲动 把使两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 从而产生性生活 虽然这种迹象都很普遍 但是如果当你们两个人 还没有成为夫妻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 考虑一下自己 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冲动的行为 而使自己后半生感到悔恨 所以现在很多的情侣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会要求对方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早安稳 这样就可以唤醒 正在沉睡的对方 也让他们感觉到 这个男人真的是很有心 给他们带了安全感 不知道以上这几种感觉 你有没有过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